屬龍的朋友今年有一個叫太陰星 代表屬龍的女士的話今年是非常好的 做事也好 成績也好 容易升職 這個是一個進步運來的 有一個叫唐符星 唐符就是代表地位提升的 但唯一一樣東西就是當你有地位提升 相對來說空星有一個叫飛印星 飛印星就是被人放飛刀的意思 即是說如果你今年有地位提升的話 就要小心點 個人就要低調點 還有一個叫做貫索星 貫索星是代表有人問你借錢沒有回頭的 所以今年要不就不要借錢給人 要不就請人家吃飯就認鬼了貫索星的東西 屬蛇的朋友今年有一個叫國印星 國印星代表權力、地位、政材都上升是好的 三台星代表逢空化吉 有一顆叫五鬼星 五鬼是代表有小隱、多卡里背脊 所以不算特別大件事 唯一有一顆星就叫天哭星就不好 天哭是代表經常想起一些負面的東西 容易情緒化、容易個人很抑鬱的 宿馬的朋友今年有一個叫月德星 月德星代表每天都有貴人幫你 還有一顆叫天哭星 這個天哭星代表今年好友食神 當然要小心點 深港體盤 空星方面有一個叫鹹池桃花 未結婚的朋友就沒問題 但結婚的話就要小心點 即是不要亂發生一段新的感情 否則婚姻有危機 小號星代表少過財 請人吃飯、看戲的話 這個小號星就可以發解到 宿揚的朋友今年叫蔥泰瑞要小心點 宿揚今年蔥泰瑞我們有得配泰肉雞排 地解星叫逢空化吉 都算好一點點 都不可以掉以輕心 在空星方面有一個叫大號星 大號星主大破財 即是很有決心就花錢 原來去買樓、創業、犯太歲 有可能因為衝動而做錯決定 所以這個大號星可免則免 有一顆空星叫炮尾 亦容易身體損傷